Hello,大家好,我是可可 没戴帽子今天,因为今天下号 以后下号就不戴 我现在跟我嫂子一起去 想去按一下我这个脖子 这脖子就最近 反正只要一开车的时候 在车里坐一个多小时 脖子就开始,就后脖子特别的 就是特别酸,酸的后脑勺都是酸的 然后我们这个,就我们住的门口 有一个按摩的 我没去过,就是见过在这儿 然后去按一下吧,去看看 我没有按过膜 今天去的话也是第一次 人生中的第一次去按一下 因为不按实在受不了这个脖子 去按,缓解缓解 冷,看冻的,嘴都冻红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会我们又出去逛了一圈 现在刚回来 我是真的是第一次去花钱去按摩 我以前觉得花钱按摩 感觉是一件挺奢侈的一件事 不是穷人干的事 但是这回真的是脖子酸的不行了才去的 我第一次按,给我按的疼的 我都做不了了都 那个按摩的按的时候 他跟我说我的脖子现在就是 我的脖子的颈椎已经开始变形了 然后说我的腰也有问题 我的腰我自己没觉得有啥问题 就是腰就是我觉得还挺好的 自己没感觉到有问题呢 但是这个脖子 我真的我自己都能感觉到 这个脖子是出问题了现在 真的每天 就是每天开车 一个多小时以后 就是这个脖子就开始 就酸的 酸的整个后脑勺感觉都是酸的 以后真得多注意了 我按了半个小时花了80块钱 这个还算是便宜的呢 你照这样下去 你一个小时才正50 你如果真出点啥问题 你按个膜 半个小时就把80块钱花出去了 这个比例是非常不协调的 一定得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现在是大毛病没有 小毛病不断 这个开车呀真是 腿一个腰 腰间盘突出 然后颈椎病 这些都是职业病 大家也一定得注意好身体 那个按摩的说 没事的时候就是在车里 我跟他说了 我说应该是经常开车吧 就是脖子可能会有问题 他说没事的时候 在车里就做这种扩胸 没事的时候就做扩胸 他说 可以改善这个就是颈椎 这个压力 大家没事就在车里就这样吧 最重要的是一定得照顾好身体 劳逸结合 我现在是真的真的毛病开始出来了 拜拜